所以,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土地上二十三年了。 这个地方不容易来住在这里面,并且有家庭。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来兴起为神工作。 但是,这个土地却隐藏了非常丰盛的启示。 所以,如果你跟随神的呼召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完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向你们分享这方面的启示。 我的祷告就是在当我传讲的时候,圣灵会在你们里面打开你们的心眼。 所以,你们就能够开始知道而且理解神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 并且你能够真真实实地得到一些东西让你们带回家。 就是你回去的时候和你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地是一个启示的地。 所以你需要那启示的灵才来珍惜这些。 今天你们又要开始旅游了。 但是你却需要圣灵的大能能够看穿历史和那些磐石。 你需要圣灵的大能能够看穿政治。 那我的祷告是你们会看到神的手。 我的祷告就是你会空前的看到有关于神的事是你前面看到的。 然后你的生命从此就完全被改变了。 那在教会当中呢,有很多事被称为是预言。 我做了一个预言性的梦。 我唱了一个预言性的歌。 然后那个弹琴的呢,弹的也是启示性的。 我跳了一个启示性的舞。 这些呢都是启示性、预言性的灵的各种的表彰。 但是有时候还不止这个。 今天我穿了一个启示性的上衣。 昨天晚上我炒了一盘预言性启示性的菜。 所以变成什么东西都是预言启示。 那就表示什么就都不是预言启示了。 所以我呢有一个一件事我叫做预言, 然后是用大写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根基才能够了解。 用大写的预言呢,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 就是神在圣经里面记载的。 当神在圣经里面说我要这样做。 他就在历史中成就。 当这个预言和成就交集的时候。 那就是大写的预言。 当神说他要这样做,而且果真这样做的时候。 然后,那个集合的焦点就是一个预言的事情的发生。 那一刻就是改变生命。 那什么是这样子的例子呢? 就是用大写的预言的例子。 我觉得那最大最大的例子呢,就是耶稣道成肉身。 耶稣就是那极大的一个预言发生了,就改变了生命。 那耶稣那么重要,不只是因为那些神迹和神所说的了不起的话。 也不只是因为他死了又复活。 那最重要的是因为神说要这样成就。 神一而再再三的预言又成就经上的话。 你可以在四福音书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 马太福音一而再再三的记载说,耶稣做了这件事,怎么样来实现了过去的预言。 。 马太福音当中我数了有十四次是这样子的叙述。 耶稣做了这件事, 这件事情就是成就了哪里哪里的预言,然后他就把那个出处写下来。 所以当耶稣在这个土地的时候, 他走过去,活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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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所作所为就是那个大写的预言。 但是如果你要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些事情,你需要启示。 有许多多人看到他,听到他。 但是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了。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那启示的灵。 让我给你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十四节开始。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开始。 在你翻到那个地方之前,我给你一些背景。 耶稣是生在离这个旅馆不太远的伯利横。 但是他是在拿撒勒长大。 但是他却没有一直到三十岁才开始他的服事。 要开始他的事奉受,他就离开了拿撒勒走一天的路程来到加利利。 你们就要去到加利利了。 所以就在加利利湖的周围,他就开始宣告神的国。 他开始行神迹奇事上千的人来跟随他。 很快的消息就像闪电一样的传遍了全地。 在加利利大先知出现了。 神又再次向他的百姓说话了。 你知道当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已经有四百年的沉默了。 神已经沉默了四百年,所以当他一开始侍奉的时候, 大家都在讲到他。 当然这样的消息一定很快地传回到他长大的家乡。 然后他家乡也就听到,哇,在加利利的大先知或许就是要来的迷赛啊。 神终于回到我们的国家了。 那这位可能是谁呢? 谁是这个大先知呢? 哦,别人就说,你难道没听到吗? 就是拿撒勒的耶稣啊。 那拿撒勒的乡人就这样说, 什么?我们的耶稣?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我的孩子跟他一起上小学了。 而且我们就住在他们家附近啊。 而且呢,我们还向他的爸爸买了家具。 那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住在我们的家乡的时候,他什么神迹都没做啊。 所以他们就很惊讶。 他们都想要知道,那我们在我们的耶稣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你毕业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就记载到耶稣回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 我给你保证,那一个安息日,全拿撒勒人都聚集在会堂里了。 那些只有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去教堂的人呢,那天竟然都出现了。 这是一个笑话,我在看你们是不是很惊喜。 所以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 在拿撒勒里的每一个人那天就在会堂出现了。 因为几个月或几个礼拜以来,他们都天天听到这样的新闻。 那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耶稣,你现在是谁? 耶稣,你解释给我们听听吧。 耶稣,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他们一个最大的问号,因为它是一个大消息。 那我们来看看在会堂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对你们非常重要的,而且能够因此了解什么是启示。 我们来看16节。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贝鲁的德释放,瞎眼的德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那每一个在那会堂里面的人都切切的知道这段经文是讲什么预言。 他们全部都知道这段经文是在预言要来的米赛亚。 要来显明,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多么的显而易见的事呢,我现在要教你们一点希伯来文。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学希伯来文啊? 你们有没有准备好要学希伯来文啊? OK, alright, the first phrase sounds like this in Hebrew. 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子的。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upon me. 那主的灵在我身上。 Ruach Adonai Alai. Ruach Adonai Alai. Very good. Tov me'od. Tadaraba. OK, Ruach Adonai Alai. Ruach Adonai Alai. Very good. OK, now the next phrase. For he has anointed me. 因他因为他用高高我。 Yan Mashach Adonai Oti. Yan Mashach Adonai Oti. Wow, you're really good. Wow,你们很棒耶。 There must be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Jews. 一定的中国人原来跟希伯来人有关联的。 That's wonderful. 很棒。 OK, but in that second phrase, the verb he anointed is Mashach. 因为他用高高我,那个动词高叫 Mashach. So the verse says Adonai, the Lord, Mashach Oti. 这就是说,因为主,就是 Adonai Mashach,用高高我。 If God Mashach you, what do we call you? 如果神高了你,那我们怎么称呼你呢? Well, the one in Hebrew, the one who is Mashach by God is the Mashiach. 所以呢,那被高的不就叫做受高者吗? 就是Mashiach. Everybody say Mashiach. 每一个人说Mashiach. Mashiach means the anointed one. Mashiach就是那受被高的,受高者. And from Mashiach, we get the English word Messiah. 那从这个希伯来的Mashiach,我们就演变到英文的Messiah. You see, it didn't even need to be explained to the Hebrew speakers in that synagogue. That's the Messianic prophecy. 所以你根本都不需要再解释给,那在会堂里面的乡人, 他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绝对是讲到Messiah的预言. So then, of course, they want to know, How is Rabbi Yeshua going to preach that? How will he interpret that verse? 所以当他们都很好奇地要知道,这个拉比耶稣要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 Now in those days, in their ministry, they stood up to read, and they sat down to preach. 那个时代的人哦,他们是站起来读经,然后坐下来讲道。 如果你那个聚会很长的话,其实对讲员来说比较好。 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就讲到那摩西的座位。 And if you go to some of the ancient synagogues, you will actually see a seat of Moses, where they sat to preach. 那哦,所以如果你到那个古老的会堂的遗迹, 你还会看到有个地方叫做摩西的座位, 就是他们坐在那边讲道。 OK,so look at verse 20. 看二十节。 He read the messianic prophecy. 当他读了这个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以后。 Then he closed the book, gave it back to the attendant, and sat down, he's ready to preach now, and the eyes of all who were in the synagogue were fixed on him.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 就坐下就是准备要讲道了。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看他到底要说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就是为了发生的事情呢, 他们要来到会堂。 他们心中一个大问号就是, 耶稣你是谁。 He reads the messianic scripture. 他就读了有关于弥赛亚的经文。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to them. 21节耶稣这样子说。 And he began to say to them, Today this scripture is fulfilled in your hearing.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So what is Jesus doing? 所以耶稣在做什么呢? He's bringing the scripture, God's inspired word, 他把这个神所启示的经文。 He's bringing it into convergence with the great event of their day. 就是连结在当代所发生的大事上。 It's a moment of prophecy with a big P. 这那一刻就是大写的预言发生的时候。 Now, those people all they needed was revelation. 所以在那一刻, 听的人唯一需要的就是启示的灵。 With revelation at that moment, They could have entered into that event and participated with it. 如果他们有启示的灵, 他们就可以进入到 那预言实现的那一刻里面有份了。 你知道那个时代不作心有什么到处讲道的那个经文教师。 Think of it, they had the king himself. 你看,他们那时候在他们当中, 耶稣这个王就在他们当中。 They sat probably closer to him than you're sitting to me. 他们那一天跟耶稣坐的靠近的比你和我的距离还近。 They saw him with their own eyes, they heard him with their own ears. 他们亲眼见,他亲耳听到他。 The question is, Did they receive revelation? 但是问题是, 他们接受了启示吗? they would have become his disciples. 问题是,他们领受了那启示吗? 如果他们领受了, 他们就会跟随他做他们的启示。 他们会就马上跟上了。 但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个聚会完之后, 他们非常的愤怒地把他给赶出去了。 那据我记载所知, 但是自从那一次以后, 他就再没有回到他的家乡了。 所以他们竟然错过了他们一生之中最大的预言的一刻。 而且他们在过去的礼拜当中每一天听到这个新闻,这个消息。 但是当他们亲眼看见这个预言实现的时候。 所以这启示的灵是这么的重要。 那这一些都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些都是,我们只是介绍而已。 那以下的时间我要跟你讲到有关于以色列的事。 因为以色列就像那时候一样,是现在的一个极大的预言的事件。 那你们呢,和全世界的其他人在过去的六十年当中每一天都听到新闻有关于以色列。 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样的消息是充施在媒体当中。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以色列这回事。 这些人都知道。 现在你们却是在两千年当中的第一批中国人亲自来到耶路撒冷。 现在你们来亲眼看到这件事情。 现在问题的所在。 你会不会领受到那启示的灵呢? 这个启示会不会如此地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让你能够参与在这件事上。 这个启示会不会改变你怎么样来读圣经,怎么样来看神呢? 这个启示会不会改变你怎么样来读圣经,怎么样来看神呢? 这是耶稣的启示会不会改变。 这是耶稣的启示。 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迟疑地说,在我们这个世代,以色列这件事是神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在现今的世代的最大的启示和预言。 你可以来到这个地上造访各样的古迹,然后带了很多的照片回去。 但是仍然错过那最重要的一点。 除非你从神得到启示,然后你就开始看到神的手在这个国家中运行。 现在我们就只要看一节经文有关于以色列了。 在这个特会当中,我确定你们已经听到许许多多有关于以色列的经文了。 但是我现在要你们翻到以色列36章。 然后从22节开始。 你知道以色列发生的事。 那你现在就要看神怎么说这件事情,在他的经文里面。 今天早上我的任务就是把现今所发生的事, 跟神在经上所记事联合在一起。 那神的任务就是给你那启示的灵。 但是你的责任乃是凭信心来领受。 但是你的责任乃是凭信心来领受。 就是凭信心让你的心意更新变化。 在22节这样说。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 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乃是为你,乃是为你,乃是为我。 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准备好了以色列,我要做一件事情,全世界都将要看到。 但是呢,以色列啊,你从一开始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我做这件事不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然后你配得这件事。 乃是为我的圣名的缘故。 不就是这经文这样说的吗? 神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关乎于我的。 神说,这是有关于我的名声和我的身份。 然后呢,神说,神又继续说下去,这件事情得好处的是谁呢?就是列国。 神说,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列国就知道我是神。 那华语的世界呢,就会知道我耶和华是谁。 中国,香港,台湾,加州都会知道我耶和华是谁。 就是在你们以色列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如果你是以色列的话,你就想要知道说,那你要做什么呢? 不是为了我们,乃是为了列帮列国。 然后二十四节,神就继续说。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 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中文,这句话再清楚没有了。 你必须要做一个非常厉害的神学家才会把这句话给搞错了。 然后呢,二十四节里面说的是各国。 神并不是在指着巴比伦只是一个国家,然后在有限的时间当中。 神并不是在指着巴比伦只是一个国家。 明明在说,从各国各地。 明明这句话呢,就会带出普世性的影响力。 然后,这句话的奇妙的地方, 就是神竟然拣选我们这个世代来成就这件事。 百年前,人们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就在那边猜测。 他们也不认为可能会在他们的世代发生。 但是现在,你们在这儿。 你们真在其中。 明天,下个礼拜,这句话仍然还继续在正行。 神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触摸到列国。 列国就会知道我,耶和华是神。 神要列国知道什么呢? 有就是知道祂的大圣名。 我要告诉你,神借着这件事跟列国说什么。 祂对每一个国家说, 我是那首约的神。 祂说,我是那信实的神。 祂说,我是那信实的神。 我是那一位神,我的话永永远不会失落。 耶稣说,天地都可以过去。 神说,但是我的话绝对不过去。 以赛亚书说,那些花和草都会过去, 但是我的话语要永远坚立。 他要列国列邦知道,我这位神是首约的神。 而且基督徒也需要知道,我是首约的神。 为什么对每一个基督徒是这样重要呢?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跟这个同样的一位神立约的。 因为神也对我们承诺了。 如果你心里相信耶稣是主, 如果你心里相信耶稣是主, 并且相信神使祂从死里复活, 并且你口里承认的时候, 你就得救。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之一。 如果有任何人犯罪了,我们在天上有一个为我们辩护的。 只要我们向他认罪,他应许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 那有多少人在座地认为神会对我们毁约呢?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神不会说,噢,这些基督徒们, 我不要跟他们继续保持了。 我的应许了。 神不会说,噢,我给这些基督徒两千年的机会。 我只给他们很简单的命令。 彼此相爱。 我认为他们应该就可以合一了。 他们还没有做成。 所以,或许我就跟他们毁约算了,跟另外一群人开始。 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说法。 但是呢,大部分的基督徒却认为这是神对以色列的态度。 就是在两千年当中,他们在地上流离思索,然后大家都看不起他们。 然后世界上就说,看吧,神对他们已经不守约了。 因为这样的缘故,神说,在列国当中我的名被亵渎了。 所以那一天到了,神说,列国必须知道说,我仍然是守约的神。 我要把他们带回来。 然后就会造成大新闻。 然后我们这个世代竟然用我们亲眼目睹这件事。 当你得到这样的启示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不是跟政治有关的。 这也不是由人文这种方面来同情这些遭遇到大屠杀的犹太人。 这个国家完全代表着神的兴趣。 你就会在这里的每一处看到神的手印。 然后就会在你的内心中生出一个极大的渴望,能够与这有份。 能够学会希伯来歌。 然后去见到那重生得救的犹太人。 为以色列求平安。 好像一定要打住这位在这个世代仍然活着的神。 所以我的祷告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会领受到这样的启示的力。 所以就不再是一个历史性的游览在以色列。 这乃是一个你一生中最大的探险的开始。 愿以色列的神亲自向你彰显。 借着在这个国家这个伟大发生的事情。 还借着这个国家的百姓。 我现在要为你们祷告。 不是我的祷告。 而是你们从神直接领受。 让神把这样子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主啊,我谢谢你带到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男女老上。 每一个在座的都是因为接受邀请还在这儿。 绝对不是意外你在这儿。 而是神亲自的预定。 神亲自的把你带到这边来冲破一切的拦阻。 所以你的在天上的父这位活神能够向你显示。 所以你只能够得到一个,你来到这个地方才能得到的。 所以圣灵现在就向你显示。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领会这个启示。 让我们穿越政治和历史,看到你的大手。 谢谢你邀请我们到你的圣地。 给我们每一个你想要给我们的好礼物。 给我们每一个你想要给我们的好礼物。 使我们丰富,因为我们放下时间来到这个地方。 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感觉。 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我们愿意已经改变了。 我们愿意回家的时候是满载着礼物回去的。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 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愿意是丰富足的。 现在这个启示的您要浸透、渗透。 愿意神来向你们散开这个地上。 愿意神来向你们散开这个地上。 你看到的每一个地图,让祂使你风风满满得到祂的同在。 让这个有如种子种在豪土里面,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 在时候到的时候,都能够结好果子。 我们感谢神奉耶稣的名。 我们感谢神奉耶稣的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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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